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女性破关 女性破关一般很容易在她的婚姻上 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假如你是女生 然后你八字是破关的 你要有心理准备 在婚姻上 你就很容易跟另外一半会起争执 甚至婚姻再婚都很有可能 这时候的你该怎么办 其实在破关的一种情况下 他是食伤客关的一种情况 我们一般都会叫说用财来通关 用财来讲的话 你就要做一个现在经济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不要当个月光族 然后去学会存钱 每个月存个一千 两千到你的一个账户里面 而这个账户 永远只进不出 那这样子下来我问你 10年以后你都可以这样子做 你都没有中断的情况下 这一笔钱当然不会让你变有钱 但是你已经有财的这一种的特质 也就说你不会破财了 你不会破财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的财心本身就会有所提升 那食伤生财来升官 这样子都会把你不好的官运是往上提升的 所以破关的女生 尽量去学会理财 然后存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